俄罗斯经过乌克兰向欧洲国家输送天然气的协议将于今年的2月31号到期 在欧盟和德国的斡旋下当地时间的20号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乌克兰总统办公厅分别发布消息 称双方代表已经围绕天然气过境协议的原则性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并签署了相关协议 另据报道当地时间的21号乌克兰能源部以及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 还将会召开发布会公布相关的协议细节 谈判在德国经济和能源部举行 俄乌两国能源部长和居间斡旋的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谢夫乔维奇 会后向记者发表了简短声明 在这些非常严重的谈论 我非常幸运说我们已达到所有重要的谈论 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和非常好的报道 对英国、俄罗斯、乌克兰、银行销市 以及在所有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20日 俄罗斯与乌克兰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继续举行天然气工气协议相关技术细节的谈判 据了解俄罗斯天然气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去年向欧洲供气2008亿立方米 其中大约40%经乌克兰输送 乌克兰获中转费大约30亿美元 乌克兰是俄罗斯向欧洲其他国家输送天然气的关键中转地 欧盟每年大约18%的天然气用量需要经乌克兰从俄罗斯进口 俄乌分歧曾导致断气危机 部分东欧国家受到影响 近年来俄乌关系恶化 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 以及美国挑战俄罗斯在欧洲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等因素 使得俄乌天然气过境协议谈判变得极为复杂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